第四節 陳超雄博士 你覺得自己很有創造力呢? 我從來不覺得 但是我會有時候被人說 我會知道這麼多無用無聊的東西 我認你 我們有沒有一個客觀的方法可以測試一個人有沒有創造力呢? 這件事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如何測試一個人有沒有創意呢? 是否畫幅畫好天馬行空就一定行呢? 首先就是你如果用這件事去試 首先我不是一個好畫的人 你給我畫什麼都好 我都是畫火柴公仔給你的 於是你用這個方法來測試我 我一定是一個很無創意的人 我又不是不承認的 但是譬如說 問回台長 你會覺得如果要 你有沒有聽過不計我一會講的那個 你如果講一個坊間上面一個有創意的人 你應該會覺得它有什麼特質呢? 沒有的 這個很經典的問題 因為我們所謂的humanities 人民科學 特別是我們自己讀文學 我們很關心這件事 就是你有沒有一些寫作的念頭 或者一些文章 你從來沒有人講過一些的 point 或者表達方法 這個差不多我們由day one 我們去讀這門書的時候 已經是想這個問題的 所以是all of sex的 但是我不知道譬如科學方面有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科學其實不多不少你都要知道人家之前做的什麼 在人家的基礎上面 但是文學未必是的 你還寫篇文 以前沒有人這麼說過的 你說 如果能夠接受的 你就有創意了 但我記得Steve Jobs有一句說話說 我想挺受用的 就是說 什麼是創意呢? 你就是將所有一些已經發生過的東西 或者已經存在的東西 你將它的那個組合 重新去編排過 就是那些東西在那裡了 不過你將它再重新調亂過 那這個就是創意了 是的 這個由科學那裡 你可以問一下 科學會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也會覺得其實會有的 雖然你說 我要在一個科學學問上面有創建 但是很多時候 你就算看諾貝爾獎也是 他也是 我會覺得哪些人是最偉大的人呢? 就是他能夠創建一個新的學問 又是將一些你想不到的知識學問連結起來 或者是發展到一個 簡直是一個 你已經沒有想過一個這樣的方法去研究這個問題的 那個創意主要顯現的是 你怎樣去解決問題的能力那方面 你如果這條數 你給我只會用這個方法很笨絕地去計 但是簡單來說 以前我們去學 你將由一加二加三加加加加加加到一百這樣 你如果真的很笨絕地去加 你就要加很久 你能不能夠看透了這個pattern 它的本質原來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去visualize這個問題 從而你找到一個很容易的方程式 幫你直接跳到答案上呢? 其實這些都是一種創意 我會覺得這種創意包含了一種融匯的能力 還有就是一種你怎樣去把一個問題 去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透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這種創造力和智慧 是密得我分的 反而我會比較少傾向相信 就是一些很抽象 由無中生有的東西 我甚至會認為就是說 你如果在藝術上有一些很抽象 無中生有的東西 我會覺得只不過都是你 將一些你無意識自己看下來 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 去重新是炒一碟的意思 如果你同意我這樣說的時候 我就解釋到更加覺得 其實所謂的創意這件事 很多時候就是用你剛才所說的定義 就是你能不能夠把很多你自己 記得和不記得都好 不小心進入了你的腦裡 很無尼拉間的東西 炒了一碟 給了出來一些新的東西 那樣東西又會有一個價值 它可能只是新已經很有價值 但是如果在科學上面 它新得來有用 幫我們解決別人解不了的東西 就是科學的價值所在 所以我覺得無論你說在人民學科那種創意 和科學的創意 我不敢說完全一樣 但是我覺得有很大程度的重疊在那裡 是啊 那有些科學家說的 其實藝術和科學沒有那麼大分別的 科學都是某一種的藝術 藝術裡面也有一定程度的科學 但是剛才你說的 我就會再加一件事 就是有些勁度的天才級的 發掘一些你從來沒想過出來的問題 他還沒提出一個答案的 他可以拿出一個問題出來 以前你不要想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重要的 這個是一些天才級的思想家 就是數學那裡當然容易看到 你又要有創意也要有一個智慧在那裡 其實這裡我們還沒講到一件事 就是創意的那個來源 如果我們說在那裡找靈感 我想做藝術創作的人 我在這裡老實了 經常都在這個環境 我在第二個環境找一下靈感 然後真的當你 你可能再去一個你心目中想要的地方 對你找不到那種靈感 但是你再無意中彈一下彈一下 周圍之後你回來就有一個靈感 然後那個靈感 竟然去到一個你精神上很集中的 很放鬆的 放鬆得來又很 就是不一定很集中 放鬆得來又一個可以很 自己和自己相處的空間那裡 往往就是你能夠將這些這樣的東西 去砌一塊去創造新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你也聽過有些朋友說 就是在廁所大變的時候 是特別有創意的 我告訴你誰最重要的 就是Richard Feynman Richard Feynman 他做了什麼呢? 他這個最喜歡是去看脫衣帽的時候 在脫衣帽那裡去做物理研究 是的 在他那個自尊上說的 另一個就是Steven Smail 來過香港在成大教的 世界級的數學家 他一次拿了獎學金 但是他去了哪裡呢? 是巴西給他的 他去了海灘那裡看女兒 但是他交了貨 他後來給了我 你去了原來那個餐廳 那個海灘那裡看女兒 取消你的學生 他說不是啊 我交了貨 是啊 Richard Feynman也是這樣 又是去巴西 另外你說香港近一點 我聽黃占生前也提過 他自己都說去廁所 特別好靈感的 是的 是的 就是這件事情 甚至可能 你如果想創造一個 可以就是 有自己的空間 去放鬆地想像的環境 可能有些人 怎麼知道煙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有些人說 吃煙幫助我思考 其實就是原來這樣 但是怎樣也好 好了 環境是一個因素 你不可以把隨便一個人 混在一間房間裡 他就有靈感走出來 你在廁所裡這麼好靈感 你天天去廁所 這樣不行的 其實很重要的是 你未去先前 在經歷那個世界是怎樣的 所以其實從這裡 就有科學家 他推導 他嘗試去找一個 很簡單的方法 去初步地去測一個人 有沒有創意 那這個方法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就是看回你這個人 你的靈感全然多不多 就是你過去的經歷夠不夠廣 你可不可以在一個 沒有受到任何刺激的環境之下 突然之間想到很多 很無理痴的事情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 你那堆很無理痴的事情 就更加大機會 給予到很多無理痴的組合 於是他就認為 你這個人 只要你夠無理痴的 憑空想到很多不同的項目 你就有創意了 那這個他有沒有效 我們一人間再討論 但是在我們錄這節的時候 台長就讓我去做這個實驗 有位科學家 他們是一個英國科學團隊 他們就發明了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很快 你只需要花幾分鐘時間 去想十個英文生字 你想的時候 你不要到處去看 不要到處拿靈感 你最好就是自己思考 在腦海裡找十個字出來 這十個字最好 就有這麼無理痴的 都這麼無理痴的 然後你把這十個字填下去之後 他們就幫你去運算一下 這十個字之間的 那個意義上的距離有多遠 距離越大 就就是說你涉獵越廣 於是出來的分就越高了 那台長你做出來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那些私隱呢 原本我就不想講的 你有什麼字 或者你去講一下 你有哪幾個字 這個分你看到 台長他就是87.94分 那個分是高過93.16% 就是參與這個測試的人 那是非常之厲害的 我覺得他要給他一點掌聲 因為他高過0.幾分 不是的 這些是厲害的 但是如果講講台長 你都知道什麼 就是什麼糟糕垃圾都知道的 那台長你哪幾個字 都可以拿到這麼高分 講一些來聽說的 講一些來聽說的 大家不要見過 尤其是女性 第一個是relativity 應該是相對論 接著是spaghetti 這個是意大利粉 第三個是relatio 是口膠 是卵性為男性口膠 第四個就是quark 即是quark 第五個是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vibration vibration有兩個解釋的 就是震動大力 都是一些能量的解釋 接著是romantic 是 成狼民主義 就是 一、二、三、四 他只是幫你選了七個出來 有三個應該是他沒有幫你選的 他會把你低分一點那幾個 就篩走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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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有天文物理學概念 有人文的概念在這裡 還有你會發覺一個特徵 我又講一下我那幾個給你聽 我就講了我那幾個就是 moscretel man prostate 前列腺 sycrum 颱風 氣旋 然後bike 單車 然後就是pizza 然後就是肛門 然後就是chlorus 合唱 還有那幾個我自己都忘記了 但是你會發覺有共通點就是 怎麼都要想一下那些顏色很噁心的 是 還有就是 我們做了節目內 我們就知道我們有文理跨科的 然後有些什麼文理跨科以外的東西 就可能是藝術、音樂 甚至乎如果台獎 甚至乎你說宗教神秘 這些東西 你發覺就是我們去找這些東西 我們就找到 這個就是我們盡我們能力去 九五八 我們就想到這些東西 我自己的分數我低 有台獎零幾分 但是都是高於九十幾百分 至少我們自己 好什麼 You scratch my back I scratch your back 就是大家 自己去 這些 但是這樣說 講這些字 其實大家可以隨便去試這個Test 其實 找回 甚至乎我節目出了一個guide 我順便放一個連結 在這裡 讓大家可以找到那個Test去試 其實 我找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班科學家 發明了一個四分鐘的方法 去探知你的創意 其實就是由這個英文 你找到那個文章 但是我之後再分享一下 但是其實 看到自己這麼高分好像很厲害 但是其實台長你覺得這個Test 你覺得 你會不會 如果要你去批判這個角度 你會怎樣去講 就是有不有效呢 第一件事 你不懂英文 這個Test就是肥佬 或者你只懂得 這個 A man and a pen A pen and a man 那就不行了 這個第一件事 就是你過到英文的關係 第二件事 就是 我自己 因爲曾經 因爲我一個專業的需要 就是我們 因爲以前是讀英國文學的 我們 我自己是做過一些Vocabulary Test 就是很粗的 就是買一本很厚的書回來做Test 每一天都做的 那變成我容納到的生字是比較多的 那這個是形成到你每一字 每一字之間的距離 那第三件事就是我抓到路數 就是 你要想不到 剛剛我想到的 但是你想到才行 我會想到 但是你說完全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測試的意義 那我是不同意的 比如 你說你relativity和quark這個字 其實是很接近的 都是問題的 是很接近的 是很接近的 不過問題是quark這個字 你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你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但是 如果你說 從正面來看 就是譬如我們去做網台 我們要構思這麼多節目 我們要構思甚至一些不同類型的節目 不同的題材 那我的確相信是某個程度要需要一些創意的 但是這個創意不是我天生的 是 是 有些是收集回來的 是 我職業上迫我回來的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年紀問題 社會月曆 有很多事情 如果那個小學州有創意的 他想到的事情 我想不到的 但是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他做這個test 他是臨肥腦的 就是這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試 但是就不要說 因為你的score 低於87.95 那你就覺得創意 輸飛台長不算輸的 譬如我找我的小朋友去都試過 其實就是有一個問題了 他那個 辭匯的能力 辭匯不夠多 他一個小學生 他學的學科不是很多很深 但是他的分量不高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一個小孩可能會覺得 很有創意 怎麼可以想到這樣的事情 我想不到 其實就是 有這樣說 可能你最後綜合給你看 他是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他總體上 可能想到的事情 都是比你少 也是不奇 所以我在這裏 我也會覺得 他這個測試 都是對於一些 持會豐富 和經驗豐富的人 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如果你說社會上 一些經驗豐富 持會豐富的人 他是不是都會 容易一些 去表現到想像力豐富呢 我又覺得錯不完 其實 所以我也會覺得 這是一個 粗疏得來 也有少少根據的test 但是你說 有根據 有多少%根據 那我又說不出了 你如果問我自問 是不是很有創意 我就覺得很局限 但是你要我這樣去 天馬行空 來想這麼多距離遠的事情 只要你的興趣有夠廣泛 你總是能夠得到高分 其實就是 那總之就是 自己嗨地了 嗨地夠了 自己嗨地就很開心了 是啊 但是最後就是說 如果你說從神經科學層面去看 就是創意的源頭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都很有趣的 都是說一些神經信號怎麼去 朗來朗去 其實它是一個動態形成的結果 所以你能夠射出這個信號 其實我也會覺得 就是比較支持的一個說法 就是 你本身那個見聞見識 和那個記憶夠多 那你在你的腦裡面 才更加有多的機會 去牽引到一些 以前你還沒想到過的組合 我想很多朋友 你有這樣的經驗 有一些的音樂 有一些的歌 在你發夢的時候作了幾句 在你醒的時候你就作不出 在你發夢的時候就作不出 在你發夢的時候就作不出 我走過很經典的 就是這個 《Devil Sonata》 就是講一個意大利的小琴 他發夢的時候見到魔鬼 魔鬼就 就是奏了一個小琴琴的音樂 但他起床他忘記了 他依稀記得 但是他走出來 就不是他原本聽到魔鬼給他的音樂 是啊是啊 但是你如果找人可以按摩 你就記得就是這個 其實就是這樣 這一種就是你要促使到 更多奇怪的組合去出現 你都會覺得 主動去到處拿靈感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結合到我們的經驗 和神經科學的了解 我也會覺得 培養創意本身這件事 都是有一種可以後天做的事情 在幫忙培養創意 而愛順 家長應該在這方面 多一點的著眼 小孩子想的事情 你不要哭死他 也不要叫他臉死 不要覺得 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個 魔鬼答案 是啊是啊 我也很批評 就是你不要靠 去上個唐寶的集 去開去冷界 那樣東西 可能你都不要節省工夫 就是趁著那個 比如趁著科學館 太空館 不用錢的那天 你帶個小孩去看 讓他摸 讓他摸完記得 有印象去深 然後便宜一些去圖書館打書釘 就是 都是叫做 盡可能將那個經驗累積的過程 不是走在一個書桌 不是走在一個網絡 最好是跟現實世界 但是 還有就是 all about 神經刺激 摸到 他會幫你記到 聽到 聞到 也會幫你記到 如果你純粹只是上網 就是日本書裡 看到聽到 其實就差點 真的是 好了 我們第四集結束 我們接著回來 就是這個科學回憶錄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良感牆工作室PATRO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次節目 也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